-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我收到兩條片,就網友報料給我的,他就說了,在鴨沖河那裏有旅行團一袋一袋每個袋都是一樣的,他懷疑入邊就是他們在走水貨,而後來他也有問過人家入邊有些什麼,我們看看那兩條片, 到底說什麼,我們一起去片,開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麼厲害的,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這麼多一袋東西的,古靈精怪,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哪有這麼多這些,整個大包, 全部都是黑色的袋子,很重的那些東西,那些帶貨的,那些女人田那些,帶貨啊,那些搞手啊,叫那些女人田過來帶酒啊,帶城啊,那些好東西啊,化妝品啊, 帶種以前的地方啊,那些和雪塔後, microbiano討論過後,其他小女人craft的手,一瓷美巧,還有茅台,不知道是茅台還是化妝品照片啊, cartoon的,雪5年,�� Rosen gamela dese lim 那影片都看完,見到你如果是來澳門旅行的話, 即是很正常很合理地說, 你會不會每一個人的行李袋或者你的行李箱是一模一樣的呢? 應該不會,但是你見到這麼多個一模一樣排隊, 是不是覺得好可愛呢? 會不會是他們在澳門真的買東西買到滿宅而歸呢? 這個我不肯定了,但是根據這個網友所說, 就說他收風聽回來,就說這些袋裏是水貨來的, 有酒、有煙、有雪卡,過關過得一次, 人家通常都是給你過的。 如果是好正路地說,這個可能性都有的, 但我現在我不敢說他是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事,我不敢妄下判斷, 但我們以一個分析的角度來說, 其實如果是這樣做的話,成功機會率真是好高的, 你想下,這些旅行團,如果他一團過來, 一車車這樣,再找人帶貨, 其實他來澳門就算他零團費也好, 旅行團又賺,團友又賺,水貨商又賺, 嘩,簡直是三贏,即是這東西是WinWinWin, 甚至乎他們這樣做,是可以搞亂澳門的水客市場, 為什麼我說搞亂澳門的水客市場呢? 因為如果是根據之前旅遊業協會所講的資訊, 如果開回旅行團的話,澳門理論上一日來講, 是可以多一萬個旅客, 那你想下,一萬個旅客,如果裏邊有五到六成, 是順便帶貨的,即是一日有六千個旅客, 那這東西政府阻不阻止得到呢? 不是那麼容易阻止得到, 因為他們是合法地出去的, 他拿著的東西未必是需要去打稅, 因為他是遊客來的, 變了是一個旅行團,不是旅行團, 是叫走水旅行團, 這東西可能是澳門另一個可以吸引旅客的熱點來的, 雖然我不知道他是真還是假, 但是這樣看, 我是覺得這麼多代這樣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之奇怪的, 好啦,那真假, 是不是水客, 是怎樣都好, 就交給大家判斷了, 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理由先,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